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Oscar Waugh 中文译为王以德 这是英国文学家 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他有一句名言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in life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getting it 即是世上之后两种低剧 一个是得不到你想要的 以及得到你想要的 两个都是低剧 正正在特朗普的政策下 在经济增长高于正常情况下 竟然用大幅减税刺激经济 使消费大幅上升 但这些举动一定会使得入口上升 从而使得贸易赤字更大增 无论以上也好 有好有坏 但最终 如王以德所说 都是悲剧 是悲剧 上星期本蓝已经给了一些资讯 关于美国和全球股市第一季的状况 因为我认为现在的第二季 是全球金融会从银根政策这个焦点 或是宏观经济这个焦点 转移到全球股市活动 所以我由上星期开始 我竟然在外面叫我做外汇佬 第二季的金融市场会完全聚焦在两件事上 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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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很多蛛与马迹看来 这是有机会的 会死人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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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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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特朗普首先拉开的是贸易战争 是trade war 先来 currency war 接着是trade war 最后不用我说明 就是会死人的祸 今天我又有机会在这里澄清和说明 本能评语难度对本人的误解 什么误解呢? 说我纯粹是外汇佬 不需要听他说 若我有这么简单 我也想就好了 股市的Quality 已经上周透露了 不想再说 政治上很多反中派人士 因为不喜欢我说中国 尤其说到他稍好 也不是我说的 是那些事实、证据、理据出来 我照说而已 但不断在那里用粗口答我 有什么奶、那样、那样 简直不是人 还说我不懂政治就不要出声 这个世界有谁懂政治的? 我正在读政治 在这里问一下以上人士 什么是战争? 我和你们回答 我和你们回答 他有以下的学说教育 他的政治教育 教给他的政治学的学生 战争是政治的另类延续 Wall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好心以上人士 请多读书才批判别人 由货币战争演变到贸易战争 若然一个不刻意再演变下去 恶化下去 真正的战争就不能避免 恐怕有留意各国资讯的朋友都会发觉到 由美国到中国到欧洲到印度到日本到中东 再到非洲去到台湾北韩南韩等等的国家 由近年开始都不若而同 全部我所说的这么多国家 据我们所知 就是大幅增加国防军费 要大幅增加国防军费 要是去打人 要是要保护自己 即是有战争才会 他们是用这些军费来建军 无论海、陆、空、辽宁 或辽宁 若你跟我说 或很多人在茶楼酒馆说 傻子怎会打仗 不要做鸵鸟 那便大错突错 打仗前还有一个必定的动作 是什么 知道吗? 不用读书也知道 首先召回自己国家的领事馆人员 又或是拆桥 现在新时代不是拆自己的桥 而是驱逐和拆敌国的领事 连领事馆都叫你执包袱 现在先踢走你们的领事 因为现时的领事已经被目为间谍 然后才移动 还有商业制裁 先截断你的米路财路 然后才移动 又要驱逐别人的领事馆 又要商业制裁你 又要贸易制裁你 又要贸易制裁你 还不是打你 做来做什么? 要吓你? 现在这个世界靠客是没有差用的 截断你海陆空所有的盟友 想帮你也不容易 现在看到如何截盟友 看到美国如何先截俄罗斯 然后才移动中国 是隔山打牛 先打你的盟国 不论大小看你的反应 然后才直接移动 当今之世那本《孙子兵法》过时 扔掉它 今天这一辑是国际视野 就是政治学最高的境界 知道吗? 我说不说得政治?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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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不论